你故意杀而堕胎 应受短命之报 我是鬼差大使 可来追捕你归案 去过阴曹地府的都知道 阳间作恶 阴间受罚 生前有罪恶之人 在六道中不断轮回 且经受着生老病死 更有甚者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遭受到地狱之中的各种酷刑 比如这个女子 生平多次服药堕胎 所以很快她就遭到了报应 为了减轻痛苦 她就找到一位高人 结果高人却告知 故意堕胎之人 现世便得重病 及寿命断薄之报 此后还要堕阿鼻地狱 受极大痛苦 听到此的女子很是恐惧 至此她真心忏悔 一心向佛 并向佛祖请求解救之法 但大慈大悲的佛祖竟告知 世间有五种恶业 即使忏悔也难以赎罪 一者杀父 二者杀母 三者杀阿罗汉 四者出佛身血 五者破坏和和和僧团 女子听后更是泪入以下 哽咽着再次向佛祖寻求 获救之法 而佛祖也是同样的话 女子所造的业 是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守进地狱之中的各种酷刑 无见地狱的罪魂 身长八万有寻 虽然只有一罪魂 其身亦是变满无见地狱 若是多鬼 其身也一样变满地狱 他们不仅无时无刻 享受着大铁蛇的按摩 而且还要被各种动物 撕咬着身体 更有手拿兵器的牛头狱卒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女子惊恐万分 梨花带雨地向佛祖请示 是否一切故意堕胎之人 都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呢 威严的佛祖继续点化 你的胎儿已人形巨足 作为母亲无名火急 情绪烦躁极其恶念 故意服毒堕胎 你所造下的恶业 自然要堕入十八层地狱 而你的丈夫 也已被打入无间地狱 女子道听徒说 请示佛祖 有说恶人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也有说即使堕入地狱 若得再是亲人 为其做善修复 罪魂亦可得到升天 佛祖点了点头 若有众生造下众业 幸于佛陀或高僧 能够致诚恳切忏悔 以心向善 不再重犯 罪业才得以消灭掉 而地府的黑白无常 便会手持五色神范 来到阎罗殿之上报道 许多阴差围绕着神范 唱歌跳舞 用柔声细语 向阎王爷报告 阎王爷看到五色神范 心中便会生大欢喜 愿我有罪之身 一同大一样积善 此时地狱会变成清泉 刀山火海都变成莲花 若有明晚不化 不休慈悲心 没有忏悔心者 黑白无常便会手持黑色神范 更有无数恶魂厉鬼跟着 同向阎王爷报道 阎王爷看见黑色神范后 就会怒火冲天 直接将罪鬼打入地狱 受尽酷刑 什么上刀山下火海了 什么握铁床抱铜柱 跋涉一牛离枝 还有什么用石柱倒其身体 石墨碾压磨豆浆了 而这些酷刑 在一日之中便有万次生死 周而复始 永无止境地受过 此时牛头又出现了 你故意杀而堕胎 应收断命之报 我是鬼差大使 得来追捕你归案